4月21日下午 沈阳市就4月17日发生的沈阳棋盘山风景区山火铺救情况 举行对外新闻发布会 详细地公开了此次火灾的铺救情况 4月17日13时50分 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葫芦村突发火情 因当日风力打9级 火界风势瞬间蔓延成片 形成大面积山火 火情发生后 辽宁省委省政府和沈阳市委市政府反应迅速 通联指挥各方力量 历经43小时连续奋战 至4月19日9时 明火被全部扑灭 目前 火场已转入全面看护阶段 无人员伤亡 无次生灾害 铺救工作取得全面胜利 现场指挥部组织多位森林灭火专家 全程参与决策指挥 通过四频监控系统 无人机侦察 直升机航拍等方式 自始至终对火场全貌图像 实时监控 每一小时 掌控调度 气象条件 灭火救援 转移安置 案件侦破 后勤保障 基础设施保障等各方面动态 进行火星研犯分析 动态调整 主攻方向 力量配置 始终牢牢掌握 铺救战斗主动权 发布会上 除了介绍此次火灾的具体铺救情况外 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人们极为关注的 生活在火场附近的沈阳森林动物园中四只国宝大熊猫的情况 为保障园内四只国宝大熊猫的安全 在防护过程中 指挥安排精干力量 死堪死守 保障熊猫馆区域安全 精心照料四只大熊猫的起居生活 目前四只大熊猫状态安好